哈喽 大家好 学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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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随便了 这两条官媒出了一个关于恐婚的调研结果 说作为未来十年结婚的主力军 这一世代的年轻人结婚的意愿呈下降趋势 并且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 新闻一出啊 这个话题就在各大热楼爆了 然后我瞬间就明白 更贴心的是啊 这次的调研还把不想结婚的人归为了几个类别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也看看其中有没有你哈 这部分人情感上想不想结婚倒不是很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现实情况不允许结婚 是吧我在我的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就经常看到有人说 什么房子车子生娃养娃身为社畜 自己打工还没打明白呢 哪有什么结婚恐惧症 还不是因为穷 想来想去 这一点调研里面有强调啊 主要都是女生朋友了 这部分人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有很多负面认知 比如说其实这条新闻下面的最高赞评论就很说明问题 他说一天一个杀妻新闻 这谁敢结婚啊 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不过确实 当我们经常的被这些负面信息笼罩的时候 我们会陷入幸存者偏查信息见方 恐惧也是无可厚非的 最后想来想去 不结婚屁事没有 简单的说了 这部分人就是佛系 他们对结婚也不排斥 甚至偶尔的可能还期待一些 但 就是懒得折腾 这样我相亲 不可能的 这辈子不可能相亲的 好嘞 不结婚屁事没有 今天让我没有想到的时候 这部分人是占比最大的一部分人群 74.8% 典型的这部分人对家庭生活没有向往 甚至非常享受独生 就是单纯的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挺好吗 钱也够花 人也自由 两个人太麻烦了 觉得孤独大不了就养条狗呗 再不行 就养两条 我相信这几个点 对于不想结婚的同学 应该是能够找到够名的 是吧 但我也可以走一波 1234你是哪一个 我再强调一点 这个调研并没有说男生就不恐婚 只是女生比起男生更加恐婚 好 可能这些理由在我们看来 现在是很合理的 但是你要拿这些去跟长辈说 可能就很扯淡了 不幸可以试试看 把这些观点拿去说给那些年年 在逼你相亲的长辈们听 他们会觉得你有毛病啊 但我要说他们的不理解也是对的 我们看这份调研会发现 这里指的主要是Z世代的年轻人 也就是1995到2009年之间出生的这一代人 OK 这里就要说一下对应的X世代和Y世代了 我们把生于1965年到1980年的人称为X世代 1981年后到1995年前的称为Y世代 对于他们来说在那种大环境下面根本就没有布这个选项 那像我就是典型的Y世代 是经历过非主流和沙马特的一代 在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小霸王学习集 那就是富二代了 我小时候的女生玩的还都是橡皮筋 虽然也挺土的 但是和X世代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就是这批人大多数都是独生了 因为独生思想上也会稍稍的自由和叛逆一点 渐渐的开始考虑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这么说吧 最早的不婚主义和丁克主义就是从Y世代开始的 到了Z世代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95后开始的年轻人 都是在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大环境下面长大的 所以Z世代又叫做往生世代 当然叫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也就是现在 好我们终于要说回来 这和结婚有什么关系呢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 你想知道结婚这件事情好不好得不得行 基本就是看看你父母 最多再看看别人父母 他们的婚姻还行 你也就觉得婚姻还行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受父母的影响已经小了很多 你想知道的一切网络都会告诉你 我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多了 声音杂了 自然的思考也就不一样了 不结婚也开始变成一个有可能的事情 好这是认知层面的 另外网络还导致了婚姻的功能被分割开来 并且可以让我们用低成本的方式获得 什么意思啊 你看父母背中说 你不结婚以后谁来照顾你 可是照顾到底是什么 你需要有人分担家务 摇一个家政就好 你想回家有口热饭吃 摇一个外卖就好 你需要有人修灯泡 摇一个维修就好 你需要性生活 不你不需要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 养家糊口也不再是需要依赖男人的事情了 那么除了后代这件事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是非结婚不可的 这就是我认为婚姻的功能被分割掉 并且你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来享受到这些功能 而反过来再看看婚育的成本 很简单像我爸妈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房这个概念 都单位分房嘛 免费的 你说这谁受得了 当时结婚能添置最贵的大件 也就是冰箱电视洗衣机 花不了多少钱的 至少不需要他们去贷款对吧 而现在呢一套房子动不动就需要你贷上个三五十年 这谁受得了啊 如果咬咬牙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事情还没完 我记得以前有一篇报馆文叫做月薪三万 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 据说是看哭了很多年轻的父母 在以前哪怕是像我这种Y世代的人 教育费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贵 我小时候上过最贵的学习班就是因XXX 一个等级下来也就2000块 同样是因XXXX 我前年还给自己报了一个 别问问就是一万七 更不要提现在各种各样的培训啦 动不动出国那种 对吧 从这些角度看X世代和Z世代 父母和我们 看待结婚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压根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好说到这里可能稍稍有一些冷酷啊 因为我们都在说现实的问题 那么情感意义呢 说白了爱情呢 问题就在这里啊 情感意义也分正面和负面 正面的我就先略过 但我强调它一定是有正面意义的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选择性的忽视这一点 但好像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嘛 比如我们经常说不希望婚后降低生活质量 这里的生活质量不一定是说花多少钱做多少家务 它更像是一种感觉 你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人 并且这个人和你的关系极为的紧密 你或多或少都要腾出一部分个人空间乃至精神空间来容纳他 就这一点上我们的父母也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是中国仅有的一两代独生子女 但我们的父母通常都有兄弟姐妹 一大家自然住在一起 几个小孩睡一个房间 甚至一桩床都有可能 个人空间不存在的 你看我妈就说 她小时候向往结婚不为别的 就是觉得结婚之后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最好是能有个单间 可是我们呢 我从小就住单间 反倒是我得想结了婚 我单间没了 是吧再比如无论做饭还是点外卖 我都需要考虑到对方的口味 而反过来她做饭的时候也不能放歌了 因为会打咬到我写稿子 她在那津津有味的看辛德勒的名单 我只想安静的看我喜洋洋嘛 所以婚后的生活 我们必须为多出来的一个人去进行妥协 这个我之前也专门有一期视频讲过 叫妥协成本嘛 可是我们现在年线的世界里面 什么最重要 你们说 啊 钱 不不不不 就是自由和自我 这又一次让我想到梁永安老师的观点 说90后和00后 是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代人 因为这一代人缺乏某种共识性的精神和认知 所以更适合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生活 我非常认同 我们总说90后和00后自私自我 相对于父母辈也更任性 才会宁愿忍受孤独 也无法把另外一个人纳入生活 但我想 如果这真的是整整一代人的共性 那么所谓的一代人又是如何被造就的呢 人不可能独立于时代而存在 一代人的问题往往就是时代本身的问题 整个时代的焦虑和内卷造就了这一代人 被生活的压力击垮 失去慢慢了解和走进一个人的耐心 整个时代的浮躁和冷漠 创造了无数短平快的娱乐填满时间的细枝末节 我们不屑经营真实的亲密关系 不愿意再轻易的付出真心 那么时代会变吗 这一世代之后还会有新一代的人 他们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 他们又会在那个世界里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不知道 但希望他们能更好 希望未来更好 是我知道这期视频讲的比较宏观 可能没有给出什么方法 因为我真的给不出 但是如果你今后遇到了在这件事情上 和长辈沟通不了的情况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把这期视频发给他看